HELLO 大家好 我是沛兒 今天要來開箱三星的S7 Plus 平板 期待了好久 終於到貨 那我是在 PC Home 上面訂的 它的售價是 24900 元 他也送了一些小禮物等等開箱給大家看 小禮物有三種不同的組合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選擇 看到沒有這滿滿的小禮物 就會讓你心情感到很愉悅 有一種很划算的感覺 好 第一樣是一個平板跟手機的支撐架 那我是不敢把平板放上去啦 他長得實在是太陽春了 顏色是廠商隨機出貨的 再來 第二樣是 100 元的 Seven Legion 第三個是 128G 的記憶體 最後一樣是我們的黑色傳輸鞋 重頭戲登場啦 就是我們的主角 S7 Plus 平板 它有四種顏色 我選的是玫瑰金 那不只 PC Home 他們送的小禮物 你拿發票去三星做登錄 他也會送一些贈品 不過我收到的時候已經是兩個月後的事情了 後面我再為大家做個開箱 這邊的腳腳有被撞到 沒關係不要是平板的本體受傷 一切都好說 大家買平板幾乎都是買iPad 其實當初我也很猶豫 不過考慮到手機是三星相容性的問題 最後我還是選擇通廠牌 我平板主要用途是拿來記筆記 因此跟手機的連動性就是非常重要 西附在平板上面的就是我們的 S Pen 它可以靠著在平板背面充電 拿去做一些手勢上的操控 終於來到激動人性的時刻 哇 超漂亮的玫瑰金屬色 有點微物感的 而且它現在超薄超輕 我有點害怕摸它 那我們來開機 現在的心情非常激動 終於拿到了夢寐以求的平板 然後三星的螢幕真的沒話說 我們來稍微介紹下的配件 這個是它附的15W的充電插頭 那再來這個就是卡針 平板的規格 讓我來介紹介紹 S7 Plus的尺寸為12.4吋 重量575G 拿在手上非常的輕巧 螢幕採用的是Super Armored 解析度為2800x1752 擁有120Hz的螢幕更新率 不管是日常的文書處理 或是休閒娛樂 都能帶給大家很棒的體驗 完成了基本的開機設定 接下來會出一系列的影片 分享我這半個月來 使用平板的心得 或是用了什麼APP 請大家一定要訂閱按讚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下一個環節 做一個快速的開箱 這是我在蝦皮上買的 它是一個透明的塑膠殼 它的四周跟凹槽的部分 比較硬之外 其他都是偏軟的 那那個凹槽呢 就是放你的S Pen 它就是一個便宜 拿來應急用的殼 在裝上去之前 我們先把平板擦拭乾淨 這台平板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是它背面不沾指紋 就算是很好清潔的一個背板 還買了兩個顏色的筆套 大家如果長時間書寫 一定一定要買它 因為你S Pen的筆非常的硬 你需要筆套幫你的手 做一個緩衝 才不會這麼的痛 聊聊對於三星S8系列的看法 在上影片的時候 三星已經推出了S8 S8 Plus Ultra 其中Ultra的尺寸更是平板裡面最大 來到了14.6吋 我目前還沒有到門市上去做適用 所以我對於他們推出的新功能什麼的 我沒有很清楚 只有粗略的看一點影片介紹 不過就個人而言 用S7 Plus 已經能夠滿足 一般人的日常需求 像我玩手遊 睡前花 小紅書 抖音 用Sansung的Note 做我英文的筆記 還有畫一點簡單的插圖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大家如果覺得這個系列太貴的話 也可以等等看 三星搞不好還會出 F1版本的 那這個就能夠滿足最簡單的那種 基本要求 看劇啊 玩個放置手遊 聽音樂 之類的 但如果你對螢幕色彩 很有要求的人 請直接上S8 Plus 挑選平板就是在找一個妥協 像我這台平板貼了類紙模 非常適合我做英文筆記啊 或是日常形成書寫方面 非常好用 可是在我看影片的時候 畫面就沒有那麼漂亮 會霧蒙蒙的 我們只能 挑選最大程度上 適合自己的三星產品 那以上就是我個人的小小見解 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你的小鈴鐺 掰掰